台灣原本是宏都拉斯白蝦的 最大出口市場 然而在宏都拉斯跟台灣斷交 轉向跟中國建交之後 卻重創了他們的白蝦市場 如今還傳出當地的養殖業者呢 是生計遭受影響 包括養殖場倒閉 造成失業問題 一擊大約是12.1億台幣的外匯損失 不過另外還有個問題 就是根據宏國的財政部最新統計 到2023年底 宏都拉斯基欠台灣大約是台幣138億 至今沒有還清 那宏都拉斯跟台灣 其實曾經維持超過80年的邦交友情 不過在去年3月跟台灣斷交之後 就轉而跟中國建交 當時他們的政府就聲稱 希望可以從北京獲得更大的經濟支持及貸款 但是根據宏國媒體的報導 先前就因為設置來學校基礎工程 跟營養午餐計畫等等 像台灣融資超過4億美元 也就是138億台幣 那現在跟中國建交希望得到支持 但事情卻不如願 不但衝擊了自己白蝦出口 養殖業者叫苦連天 也要面臨龐大債務